小米手环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夏日的产品 大家知道 IDC呢在今年Q1的初步数据显示 小米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 和穿戴设备的厂商 那让小米获得此殊荣呢 是一款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品 小米手环系列 小米手环系列自从2014年 有推出小米手环一代之后呢 那它迄今为止 推出了三个版本 每个版本都受到了大家的 非常热烈的支持和欢迎 我们也看到说 在台湾市场小米手环 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产品 那从2014年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截止到今年的5月里 小米手环在台湾的话呢 是销量是突破了200万只 所以呢 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这种支持之下呢 今天带来了小米手环系列的 最新的运环产品 小米手环 我们看到小米手环是 那它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次呢 采用了一个AMOLED的一个彩色的屏幕 那这种彩色的屏幕呢 不仅让它的显示更加的清晰 同时呢 也让它有实现更多功能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它的这块屏幕呢 它的这块屏幕呢 是亮度是非常高 高达400点颗 你就在阳光下面呢 你抬起你的手腕 也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它现实力 嗯 而这款屏幕 不仅是彩色的现实力 它同时呢 也有一个全屏幕的这样的触控 触控的功能 所以呢 整个产品的使用体验 跟此前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为了保护这个触控的荧幕呢 我们也在它上面 用了一块精心打薄的 205D的刚化玻璃 它不仅能够保护荧幕 也能让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能够非常顺滑的这样的手感 那有了这个彩色的屏幕 有了这个全触控的屏幕 我们也就为它重新设计了 小屏幕似的脚步一点点 大家有会看到那个蒸的产品 就是蒸机的时候呢 可以来体验一下 它的整个使用的 会是非常的便利和快捷的 你在上面一点一滑 就能够实现一下 而这个大的屏幕呢 也能让大家在看这种 手机的推送通知的时候 更加的方便 比如说你的朋友 在WhatsApp上面 给你发了一条信息 那你可能都不用拿到手 就直接抬起你的手腕 就可以看到的时候 它给你发了一条信息 非常的方便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手腕上面 查到未来五天的 这样一天气变化的情况 也都不用拿起手腕 那在这些功能 它也是强大的功能 但应该在机身方面呢 它的重量其实有太大便宝 这些手腕似呢 是22.5克 所以呢 还是比较轻 可以让你在运动的时候 完全会忽略它的存在 我们有四种颜色的 弯带的配色可供选择 让大家可以在不同的穿戴 不同的心形 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场景之下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搭配 可以搭配各种颜色的弯带 你彰显你的弱形 而且呢 我们这次手腕似的弯带 是用手腕三式同红 所以那你如果是用手腕三个弯带的话呢 你是可以完全用在你心脏的手腕似上 好了 戴上这款亮面的手腕呢 那它会成为你的全天后的健身物带 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全天后呢 首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这个是它有二十天的超长的H续航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在使用 比如说以前跟一些其他的运动手腕 或运动手腕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痛点 就是说如果它的续航时间很短的话 你可能需要平坦地取下来进去充电 而有的时候你取下来之后 你可能忘了再带上去 但是呢 小米手腕四呢 它有二十天的这样一个超长的续航 就可以让你能够 保满中继全天后的这样一个需求 不用太阻担地取下来的 而它呢也有绝佳的防水性呢 它是可以有五十公尺的防水性呢 这意味着你在洗澡的时候 游泳的时候 健身的时候 都不用把它取下来 全天后的把它站在身上 然后实施地来监控你的运动 然后来监控你的健康的状况 另外呢 对比手环三 甚至手环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 我们把它叫做精准的虚拟接口 为什么叫做精准呢 那是因为对比手环三 手环三的话呢 它有一个三轴的加速改善器 而我们这次手环四呢 在手环三的三轴的加速改善器的基础上呢 还增加了三轴的陀螺银 所以呢 它能够更加精准的来监控你的这个 运动的方式 从而呢 做出更加精准的运动数据的系列 是 正是因为 有了这个 新加了这个三轴的陀螺银呢 那我们可以 在之前的运动基础上面呢 我们先加了十四种的运动模式 除了跑步积乐训练之外啊 我们现在有户外的跑步 还有骑行 还有步行 还有游泳 这些模式 都可以来选择 那我重点说一下游泳 因为 年年夏日的时候 游泳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方式 这种全新的游动基础功呢 它首先呢 可以实力 你在用什么样的 它可以自动实力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泳资在游动 从而呢 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数据的记录 比如说 我们用它 戴着手滑 游完泳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泳数据记录 它会呈现我们的 游了多长时间 然后呢 游了多少的距离 然后你的这个速度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同时呢 它还可以 来记录你的这个桌子的 游泳指数 那这个指数呢 是在判断游泳的这种 效率方面的 非常重要的指数 那大家呢 用游泳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这个指数 来判断 自己呢 这个游泳过程当中的 这种节奏 是不是不容易 那未来呢 应该往什么样的 这种更合适的 节奏上面来填 所以呢 实力让大家呢 能够在游泳过程当中 更专业的这种 分析数据的情况 除了运动之外呢 它也是我们的健康好伴侣 那这些都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啦 它有心率的这个 接测的这样一种功能 无论是在你不动的时候 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更好的来监控你的心率 那么可能平时 在运动的时候 也更经常动化 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心率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啦 从而呢 才判断说 我是不是需要调整我的节奏 或是应该更激烈呢 还是应该更轻松一些 另外呢 它还有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 睡眠的监控 可以很好的来帮你 来进入你的休息的状态 到底是昨天晚上 睡眠是多长时间 深睡眠是多长时间 且睡眠是多长时间 更好的了解自己的 休息状态 除了之外呢 它有很多的使用的功能 这些功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比如说我们的 酒座提醒的功能 你在办公室做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它能够每段时间 来提醒你 盖起来走一走了 或者是说 这些提醒的功能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再讲一个 这个叫音乐控制的功能 那你当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都不用抛出手机 你直接在手环上面 就能够比较轻松的切换歌曲 和比较轻松的 调整的音乐能量 而配合手机上的 小米运动的APP的话呢 就能让你看到 你更详细的 你的健康的数据 你的运动的数据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 这样的健身的配方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 小米手环4 它这对 对于手环3来说 它可以讲说是一个 多彩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它用呢 这个 DAMO Lab这样一个全 这个彩色的显示 同时呢 是一个全触控的体验 所以呢 它的整个体验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另外的话呢 它增加了 三周的这样一个 所以能够更加精准的 来记录你的 这种健身当中的 各种模式和数据 但是呢 它在比如说 它在重量方面 它在续航方面 也是保持了以前的肉食 有三周的这样的续航时间 让大家 时时刻刻的把它带在身边 所以呢 看它卖多少钱呢 它才讲到 它被手环3 其实是提升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 我们的价格 跟手环3是一样的 我们在台湾的销售价 是860元菜币 我们在7月9号的上午10点钟 会在台湾手卖 那我们在小米网 小米之家 小米的售权店 以及呢 T&J Home 然后包括全国电子 都会进行销售 所以7月9号的上午10点钟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来购买 我们的小米手卖刺 体验这种全新的 新一代产品的不同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香港的售价 其实也一样 就是跟手环3是同样的价格 219党币 同样是7月9号 我们还是在12点钟 在小米网 小米之家 风泽 CSL 小米手环4 都会进行手卖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 第二款的产品 小米手环4 好的 谢谢我们燕姐 我们带来的这个 精彩的小米手环4的介绍 那这个加量不加价的 这个小米手环4 接下来来邀请到呢 是我们的通路的伙伴 我们的贵宾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来进行合一 让我们邀请到的呢 是鸿迈科技的 赵亦南 赵总经理 早上欢迎赵总经理 同时呢 还有我们 我们的风险的 我们仇伟的 高级彩风经理 欢迎陈经理 同时还有我们 新一科技的 新一科技的驱动经理 欢迎我们的贵宾 来到舞台上面 那今次呢 我们的小米手环4呢 也是有 这种不同的颜色的表带 那包含呢 赤眼的小米手环3呢 也是可以有 共通的表带 让大家有更多 个性化的选择 那请各位 会并帮我 举起我们的左手好吗 把我们这个 帅气时尚的 我们的小米手环4 帮我们亮出来 然后稍微45度好吗 像这样子 斜持45度 那些小米手环4呢 请不吝点赞